东方国家的航空公司空姐普遍都有在条外表 不像美国航空都是大妈在空中服务 FD除了台湾的空姐很正之外 韩国的也是大有看头今天的妹子一毕业就 考上大航航空 有机会搭的话一定要好好给她看个够 因为空姐是第一线接触乘客的人员 所以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航空公司 形象至关重要 由于空姐在工作中经常旅行到世界各地 加上其工作性质以及高于一般行业的薪资 因此成为不少年轻女性前赴后继的追求的职业 空姐的职业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 普通舱乘务 员、两舱乘务员、区域乘务厂、主任乘务厂 一般学员在完成相应的业务培训后 可担当普通舱乘务员 最早的空姐出现在1930年 一位名叫埃伦·切奇的 25岁护士被美国联合航空聘用在飞机上照顾乘客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 空服员主要是女性 但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到空服员的行列 由于空服员对女性的外表很重视 所以美丽程度也是能否成为空姐的条件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